各位是小老婆 汽車支援我們的大家好 我是大叔 今天的節目會有點沉重 因為我們要來討論 關於台灣目前交通現況的一些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上星期的時候 在高雄發生了一對情侶 遭執行的車輛撞上 又是唯一規定兩段式左轉的緣故 還是道路規劃與教育的問題 許多人會覺得兩段式左轉 看似能夠降低事故的發生 但事實上造成事故的主因 其實還是有問題的道路設計 加上錯誤的教育觀念 試想如果今天情侶他們騎的是黃牌重機 亦或是開著汽車 那麼各位能夠用單純的 衛一二段式左轉來批判嗎 好或許這風向就會變得很有趣 在台灣 用路人都被教育 機慢車就是要靠右 或者是外側來行駛 在這邊先提請各位 在特定單位的錄例之下 已經以民國108年的6月19號 修正了關於慢車的定義 現行慢車是指腳踏車 與其他慢車 原有的機械腳踏車 則正名為機車 而且也不再歸類在 慢車的範疇內 所以不要再有 機車通通去慢車道啦 這種錯誤的觀念喔 機車到底家 但是 相關單位還是一直灌輸 機車 就是要靠外側行駛 這也讓許多用路人 還是不能接受 機車行駛在 未化有進行機車的中央 或是內側車道上 也因為沒有給予正確的教育 導致長久以來 用路人 有了錯誤的用路觀念 這次事件 其實是許多錯誤 集合後的結果 試想 如果 左轉靠左 右轉靠右 的觀念能夠落實 除了少數慢車 因為速差 而採用兩段式左轉外 其餘的車輛 皆遵循了 左轉靠左 右轉靠右的觀念 是否 比通通強制 兩段式左轉 來的 更不容易造成事故呢 或許會有人說 機車的速度 還是不如汽車 所以機車 還是靠邊騎就好 但你知道嗎 現今的125CC機車 在性能上都能夠符合 都市內道路的最高限速 而車種分流的方式 已經不符合 現今的使用狀況 依照車速分流的原則 才能夠降低 因為速差 而造成的 意外傷害 最後 要為在事故中傷亡的人默哀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起事件 能夠讓相關單位 重新審視 道路規劃 駕駛教育 還有法規修改 讓所有用戶人都能夠平安 平權地共同使用道路 以上就是大叔 今天的節目 如果你認同大叔今天所說的 麻煩你用力的分享 當然 如果你對台灣目前的交通狀況 有一些想法 或是有些意見 也麻煩你在我們影片下方來留言 我是大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了解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